本视频由蔚来车原创制作 随着二胎政策的放开 记起了一批买房者和买车者的需要 房地产开发公司 主要着力打造大户型 而汽车开发商也在主要着力 研发空间足够大的汽车 国内MPV的市场被打开了 本田奥德赛以及别克基尤巴 是两款比较早 以此为出发点涉及的车型 当然随着人们的需求不断变化 2018全新本田奥德赛上市了 新款奥德赛上市以来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从外形来看 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 气牌 倒替型横服饰机器格衫 组合系列LED大灯 再配上上下方的保险杠 怎么看都气牌 更是一改往日的流线型车身 此款奥德赛采用不规则侧腰线 外加下滑的地柱 相信别克基尤巴要自会不如都哭了吧 将大气 时尚 动感 崭新的零零尽致 但我们还在思维定时以为 门都设计成推拉或者是外开式时 全新奥德赛已经采用是电动策划门技术了 光说外面是不够的 内饰同样震撼 全新四幅式方向盘 全幅式中控皮 度过是条和按键式换挡机构 每一个细节都在展现奥德赛的品位 全新奥德赛座位为7座 一家老少出来玩不是问题 而且第二排座位可以随便动变换自如 如果把后两排的座位平铺 后备箱的空间都可以和小货车相提并论了 再配上3.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 部分车型配有四驱 已经可以说完美了 全新奥德赛是零不回的选择